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里外有一个叫车厂村的地方 在村子北侧有一处古寺庙遗址 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座寺庙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十字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域就是十字寺 这边有一座文宝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字寺一致 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边是十字寺的简介 这座十字寺是免费的不需要文票的 停车也是免费的 秋天来到十字寺确实漂亮 大家看我身后 这棵银杏树 很多朋友来到十字寺 就是因为它各种拍照 这棵银杏树它的种植年代还不清楚 据说是辽代时期的 如果真是辽代的话 少说也得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在这棵银杏树的旁边 据当年人说 最初也有一棵一样大的银杏树 但后来是在1964年被雷火击毁了 现在这棵银杏树呢 它是后来种植的 它到底是不是古树 那就不得而知了 咱们现在来到这座十字寺 除了能看到这些银杏树 还有三座石碑 还有一些建筑石垢件外 其他的地面建筑 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那这座寺庙为什么叫做十字寺呢 当咱们看完这三座石碑后 大家就知道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石碑 是左侧那座 这是一座圆代的碑 在碑的顶端 大家仔细看 还刻有十字 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石碟云笼 正中刻有赤刺十字寺碑集 赤刺就是皇帝的赏赐 说白了就是皇帝下令修建的 也就说在元朝时期 这座寺院就叫十字寺了 右侧石碑是一座辽带的石碑 刻的是三盆山崇圣院碑集 在辽带这座寺院叫崇圣院 最后这座石碑刻的是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座碑它可不是古碑 是近些年仿制的 仿的就是西安碑林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我身后这座石碑 它记载了景教 在我国唐代传播的历史 这里的大秦不是秦国 它是长安大秦寺 大秦寺也是我国的景教寺院的一个通称 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景有美好光明的意思 从这就可以看出这座石字寺 它和景教有关系 而石字就是景教的标志 那石字寺曾作为景教寺院 却在史料中没有任何的记载 那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这里从1919年一位西方人聊起 当时有一位西方人 在这片区域无意中发现了 带有石字以及叙利亚文的诗刻 他还将这个消息发了出去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过来探寻 尤其在中国的西方人 到了1931年又有日本人来到了石字寺 寻找这里的诗刻 这次引起了国内的重视 后来派出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来到石字寺调查 并将这两件景教诗刻给保护了起来 到了1936年文武南迁 北京石字寺景教诗刻被运到了南京 如今这两件诗刻还在南京博物馆 等口罩问题稳定了以后 我会带大家咱们去南京博物馆看一看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原来是一座大殿 因为这边有住处石 大家看还是莲花造型的住处石 大家看 那边也有 从这个门看能不能出去 这一直上山了 金陵就在附近 过一天咱们去探访金陵附近的一座墓 这片区域就是金陵 这座十字寺始建于东晋建武元年 距禁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它是一座佛教寺院 称为重圣院 到了唐朝时期 唐太宗非常欢迎景教 这个时期 重圣院改为景教寺院 唐武宗继位后 景教被废止 那重圣院的景教 肯定也在这个时期被废止了 到了辽代 重圣院又改为了佛教寺院 但景教并没有在我国绝迹 元朝建立后 景教再次进入中原 并向南北各地扩展 在元朝时期再度兴起 所以 这就是元朝皇帝赐明十字寺 并将该寺修缮改为景教寺院的原因 元朝灭亡后 景教再次衰落 到了明清时期 十字寺也再次成为佛教寺院 到了民国时期 十字寺开始逐渐衰落 在上个世纪初 寺院地面建筑 被彻底拆毁了 如今这座十字寺 只剩下古老的银杏树 殿基 住处 还有石碑 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悠久历史 关于这个视频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的关注我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再见